大家好我是魔术飞哥 今天教大家玩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一个生活魔术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副扑克牌一共有54张牌 每张扑克牌都不要 接下来呢我随便挺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呢或许让观众随便选一张牌 接下来呢张牌呢绝对是随机选的 不可能啊不可能我知道我不看 接下来呢大家请把它记住之后呢 我把它呢放进这些扑克牌里面 我把整幅扑克牌的这张再洗一下 没错确实把它洗乱 整幅扑克牌洗完之后呢非常非常乱 那接下来呢我要找出你的牌呢非常非常困难 那怎么找出来呢很简单 我随便找一张张牌就是你的牌 相不相信 可能有人说我找错了 其实呢你们看到一定的是幻觉 眼镜见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你梅花在手上三二一 一瞬间呢变成了这张八梅花 没错你看到的就是这张八梅花 是不是你们选的这一张牌呢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这一个魔术的教学时刻 看一下这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呢我们需要用到这一副扑克牌 没有问题让观众呢随便抽取一张扑克牌 比如观众抽了这一张牌 观众抽了这张牌之后呢 我们把这张牌呢要做一个小手法 把这个牌放进来的时候呢 把它移到整叠扑克牌 比如五方片移到整叠扑克牌最底下 那这时候观众的牌在最底下 我们在随机的在这些扑克牌里面呢 拿出一张牌 比如拿出了这一张Q美花 我们这时候呢再把这个手指往前推一下之后呢 把这张Q美花放这边 食指往下弹的时候牌呢掉下来 就达到这一个精彩的变拍魔术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 无数飞鸽哦